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中天亞洲台的總編輯時間 我是史哲維 首先我們要帶您來關注的是今天的新聞焦點 希臘和意大利相繼產生了新的過渡總理 領導過渡團隊挑起擔子要努力抗債 而歐債能不能緩和降溫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有深入的點評 樓房柱子全歪竟然可以屹立不搖 300年不倒 這福建西南山區的土樓人家藏的建築奇蹟 影帝梁朝偉在大陸宣傳芯片 前進復旦大學 面對學生提問 坦深演戲的時候 會對女主角動心有感覺 繼希臘新換總理之後 意大利的總理Belosconi 他也在12號下台了 而位缺將由前歐盟執委會的Monty Monty來接任 而在當地13號的傍晚 意大利的總統是召見了Monty 也要求他是要盡快的組成聯合政府 來改革意大利的財政問題 戴著眼鏡滿頭白髮的這一位 就是馬上要出任意大利新總理的Monty 他前一分鐘才在總統辦公室 跟政府官員各黨派大佬 討論新聯合政府的成員名單 官司產生的前總理Belosconi 12號下台之後 不少意大利民眾在街上慶祝 興奮的程度不輸提銀足球賽 而總理的進任人選是由總統提名的前歐盟執行委員Monty 馬利歐 龐大的國債逼走貝魯斯科尼 媒體好奇新總理要怎麼樣處理債務 歐盟執行委員任期前後一共十年 而他也是米蘭伯科尼大學的校長 在校內教授經濟學 處理財務問題經驗豐富的他 將組合出什麼樣的聯合政府 以及能不能夠帶領國家走出債務危機 外界正拭目以待 周年新聞成員請綜合報導 好的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為您邀請到的新聞點評來賓 是工商時報的副總編輯梁寶華 梁副總編您好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副總編 繼希臘之後 意大利在星期天也產生了一個新的總理 而他們都是在國際金融市場 然後歐盟 歐洲央行 還有國際匯幣基金等等的這種壓力之下 逼得各自國內既有的政治勢力 讓出這個政權 而產生的這個一樣的政府 而現在不只是他們國內 國際也給予高度的期待 那我們曉得就是希臘它的經濟規模小 但是局勢是嚴重到 已經要歐洲來紓困了 但是意大利的經濟規模比較大 儘管還不到紓困的地步 但是大家現在似乎更為關心 是 這個我們從簡單兩個數字來看一下 第一個 希臘的債務大概是3500億歐元 但是我們看到意大利是1.9兆 可是希臘問題的嚴重性是在於說 它的所有的債務已經超越它GDP的140% 意大利稍微好一點是它GDP的120% 但是同樣非常嚴重 意大利嚴重的情況是在於說 它已經大到不能倒 而且是完全不能倒 如果它真的倒的話 對於整個歐洲歐元區的影響 甚至全球經濟的影響 絕對是一個無法想像的災難 而且它是這個歐元區的第三大的經濟規模 對 是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星閣的組成 基本上說實在的是 也讓人要有一點悲觀的準備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它絕對是一個過渡性的政府 很清楚我們這次看希臘 或者是看意大利 它都是學者出來 都是前任的歐盟官員 你看像希臘的帕帕基默斯 它其實就是原來的 歐洲央行的副總裁 那我們這一次這個蒙蒂 它其實也是歐洲執委會的 歐盟執委會的委員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針對性非常強 這樣的好處可以避免掉 他們各自內部的政治鬥爭 它只是一個妥協性的人物 一個學界的領袖 它跟黨派無捨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各方可以接受的程度比較高 它可以避免掉非常多的政治內耗 所以我覺得它是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就是一個妥協性的一個結果 好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這個 不管是歐元危機的這個 愛爾蘭 希臘或者是義大利 他們的成因就不外乎兩個 第一個呢 比如說像愛爾蘭的話 他們是政府本身犯了一個 嚴重的這個政策上的錯誤 然後導致了需要紓困 而希臘跟義大利的話呢 他們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為 他們政府的無能腐敗 甚至是說跟既得利益者掛鉤 所以看到了這個危機來 卻沒有辦法或者是沒有意願 或者是沒有能力去處理 那其他的國家看到他們這樣 這個狀況能夠得到什麼經驗或教訓 我覺得這個教訓其實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第一點 在全球化的時代裡面 我覺得相對的國際的約束性會越來越強 你現在一個各自為政的一個國家的情況 對於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裡面 它通常會影響到全球的一個安定性 那這一次的情況更讓我們證明了這一點 那你看義大利 它的財富腐敗其實真的是 包括你前任的那個總理 Belisconi 對 你跟黑手黨之間的掛鉤 始終是讓人非常質疑的一點 那以至於整個義大利的整個執政 真的是讓所有人民非常失去信心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嗎 它的國債就一路向上飆升 這是一個結果 那這樣的結果 同時又危及到整個歐元區的一個安定 而話又說回來就是 剛剛我們講到的就是像義大利和希臘 他們都是在這個外在環境的壓力之下 不得不選出一個過度的這個總理 就像您講的是學界出身的 然後可以跳過就是國內政治的內耗 但是您剛剛也提到了就是說 外界還是要有悲觀的心理準備 是不是因為說不管是希臘也好 尤其是義大利 因為就算是有一個這個所謂的中立的 或者是這個有能力的 沒有黨派偏見的人上台了 他還是不一定能夠get the job done 對 所以說這個時候國際的力量要很強大 第一個為什麼說他們是過渡政府 前面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很清楚的他們就必須要去承諾 去履行之前歐盟高峰會議所做的一些結論 歐盟高峰會議在10月27號三大結論 我們可以看到那時候針對希臘 第一個希臘所有的債務減半 就是銀行債務減半 第二個就是對於EFSF的那個加大槓桿 把他4400億槓桿大概三到四倍 再一個是把歐洲所有相關的銀行 它本身的那個核心資本氏足率提高到9% 這三大目標我覺得後續必須要被落實 如果不被落實其實相對的問題會變得非常嚴重 所以說他們是一個過渡性的政府很核心的一個點上 是因為他們學界出身 然後同時又跟歐盟有非常大的一個連結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確保這些政策被落實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好的 而事實上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還要再來看的是另外一個 也是跟經濟很有關係的議題 就是這個中美的貿易大戰 是不是又再度的在美國下位移 就是這個週末才舉行的亞太經合會議上面上演了呢 因為美國宣布要在明年的時候 正式成立這個自由貿易協議就是PTT 然後也積極的拉攏日本要來加入 而這個PTT呢 將要涵蓋全球三分之一總產值 這樣的一個相對於相較於等於是自由貿易區呢 或許它會影響到大陸在亞太日益增加的主導權 這樣是其中的一個觀點 我們一起來看 亞太經合會APEC正在美國下位移舉行 12號晚上總統歐巴馬以東道主的身份 也請前來開會的各國領袖 來找來當地的歌手高歌一曲 民眾的不滿來自於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 急著爭取連任的歐巴馬 渴望找到解決方案 而它的斑角石之一就是崛起中的中國大陸 中美貿易大戰開大 不只是雙方領袖在APEC會上就規律議題 爭鋒相對 私底下更是角力不斷 歐巴馬在這次APEC會期的主要目標 是推銷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集團 翻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也簡稱作TPP 這顆解決國內失業的林丹妙藥 即將在明年完成法律定文 正式成立 這將以太平洋地區為主的經貿交易協議 討論範圍包括工業產品 農業產品 紡織品等 堪稱近代範圍最廣的自由貿易協議 魏运國除了美 澳 牛等九國以外 全球第三大金字體的日本也積極表示願意加入 若日本真的加入了TPP 這個貿易區將涵蓋全球總生產值的三分之一 不過這將以美國為主 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 等於搶了中國的區域主導權 中國表面支持 但態度冷淡 因為TPP的成立勢必影響中國主導的東協加三體系 這場中美貿易戰不只是兩國忙著搶錢 更是一場亞太老大哥的爭霸戰 中文新聞 某一超報導 這次在下午 尤其是週末所舉行的 APEC的金河會的領袖會議 還有它的會外會 是一個廣泛被注意的議題 而且就是我們剛剛報道裡面所提到的TPP 就是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能不能請副總編輯先告訴我們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而且它為什麼會是一個焦點話題 這個TPP的一個概念其實比較簡單說 它就是在一個APEC這個結構下面的一個 多邊的一個貿易談判的一個協定 其實這個協定一開始是在2005年 一開始是由文萊 智利 新加坡跟紐西蘭四個國家 開始去協談這樣的一個協定 後來到2009年美國開始加入 美國加入之後 它覺得這樣的一個組織 可以等於是在一個APEC架構下面 變成一個刺激組織 所以它開始大力去推這樣一個想法 那它推這個想法其實很重要的一點 其實說它有針對性 我相信應該是多少有一點 它其實最大的針對性應該還是 我們大家外界所說的是中國 它需要 它希望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最高標準的一個貿易自由協定 那其實如果放在這樣的一個思考下面 它其實它的條件會非常高 包括對於匯率 甚至包括對於所謂的關稅 這些問題 智慧財產權 那這些其實向來都是中國最敏感的問題 對 是 不過講到這個就是針對於中國大陸 這中間也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說 它這個TPP 所謂的貿易自由化 有一個說法是可以相對於一般的 這個國對國的FTA的自由程度 到了有百分之九十 十分之九 換句話說也等於就是一個 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了 不過在這中間有幾個注意點 除了這個副總編輯您所提到的 就是對中國大陸一個針對性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日本 還有加拿大 他們到目前為止呢 都有一點點果足不前 加拿大的話 他們是擔心說 因為就像您所說的 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PPT 它的這個範圍太大了 所以開放範圍太大的話 就可能會對加拿大的畜牧業造成衝擊 而對日本的話 那更不用說 我們曉得就是日本傳統農業的這個保護政策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這個我們要怎麼看它 對 所以為什麼歐巴馬會那麼盛讚日本首相 野田佳彥 野田佳彥基本上已經表態說 願意加入這個回合的談判 那其實它內部的農業問題其實非常大 那所有關稅自由化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曉得是保護弱勢產業 那對於太多國家 包括加拿大 日本也好 甚至包括台灣 它其實最大的問題都在農產品的相關問題上 那這個是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 但是你要不要用這樣的一個局部的犧牲 換取更大的一個自由度 這個就是各個國家必須要去考慮的 如果按照這個TPP現在的一個情況 它所設定的一個進度 它思考是在未來2015年的時候 是全面關稅 零關稅 在大概再過幾年之後 是大概有95% 只要這個協定被簽署 95%的所有的貨品貿易基本上要達到零關稅 那其實對各個國家的一些比較弱勢產業 它的衝擊性相對來講非常大 而說到台灣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也是這個APED的會員組織之一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曉得就像您一開始講的 從2002年2005年 還有四個國家越變越大 越變越大 那我們台灣在這個中間的角色是什麼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表達了 我們參與的這個高度的興趣和意願 而且這中間會不會有什麼困難 對 其實在所有的國際貿易組織來講 對於台灣它真的是非常希望積極能夠突破 但是在這些過程裡面 它始終卡在所謂一個中國相對原則性的一些問題上面 那可是我覺得現在這一次比較好的是 因為它是在APEC結構下面 APEC台灣的那個成員名稱 基本上都已經被訂下來 所以這個不會在內部造成任何問題 那同時台灣對台灣最有利的 其實主持人剛剛有提到 因為這個談判你只要在多邊架構下一談定 它基本上就等於你各個雙邊的FTA 那對台灣來講 你跟越多國家簽署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 對你台灣相對的各國的所有的貿易 台灣基本上是一個海島 它必須要靠對外貿易 必須要靠出口 我們是一個以出口為主的一個國家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我們來講真的是力大於比 所以對台灣而言 它不斷可以透過這樣的東西 拿到我們要的經濟利益 另外一個情況 它甚至因為這樣子而突破所有的政治障礙 它可以進到多邊的一個系統裡面 對而談到這個政治障礙或許也是一個最敏感的問題 比如說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它儘管是希望能夠在APEC下面成為一個自由貿易區的架構 但是我們注意到的就是中國大陸 它連表達興趣要參加的這個意願它都沒有 如果在中國大陸就這個議題就是缺席 或者是不表態的狀況之下的話 那這對於台灣能不能加入是不是減少了一些困難度 其實我覺得到最後大概中國大陸也不得不加入 因為這也是非常現實利益考量的問題 很多問題到最後是算數的問題 我加減成竹稍微算一下 我的利益到底符不符合 對中國來講美國到現在為止 還是它很重要的一個貿易夥伴 如果你雙邊把所有的貿易障礙打破 那對中國來講未必沒有好處 你現在每一年到去年都還有3000多億的一個貿易逆差 今年估計大概到1000多億吧 整個會盪下2000億 他們大量增加進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在簽署這樣的一個 加入這樣的一個協定的會商 對中國還是有某種程度的好處 但是中國也不能不表態 因為這裡面是有一個戰略利益競爭的問題 中國其實說在一個WTO的架構下 世界貿易組織 它其實在全球化的一個過程裡面 那變成一個經貿聯合國 但是同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新的形式組成 也就是說你各個區域之間的國家 你說像歐元區 歐盟 或者是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區 包括亞洲的東協 它基本上都是一個區域結構組織 泛太平洋的一個經濟合作組織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鬆散的結構 它不如東協的結構性比較強 中國已經介入東協 那你現在美國再去成立這樣的一個組織 某種程度是把這個區域的所謂的經濟勢力在做切分 那對中國來講就是戰略利益的排擠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表態是必要的 但是某種程度你到最後 還是不得不去加入這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就像副總編您講的就是 不管就是在這個背後的 他這個戰略的利益的考量是如何 但是如果說你仔細打一打算盤的話 或許他到最後還是一個利大於弊的一個不滿意 但是可以接受的安排或許可以這麼說吧 對 我覺得到最後真的只能這樣說 非常勉強 但是真的不滿意還是只能接受 好的 不過謝謝我們副總監在這個問題上帶給我們的深入的點評